近日,一架美国空军RC-135V战略侦察机被发现,沿着俄罗斯黑海沿岸飞行,并多次逼近克里米亚半岛西部地区。 俄罗斯卫星网7月31日报道称,这架RC-135V侦察机,来自位于希腊克里特岛的北约苏达湾军事基地,根据俄罗斯武装力量部机关报、红星报最新公布的图表,在7月的最后一周,共有来自英美等国的25架次军机贴着俄罗斯边境进行空中侦察。 俄军防空力量的值班战斗机也五次紧急起飞,以阻止这些军机飞越国界。 美军RC-135侦察机、俄美统计显示,美英等国电子侦察机对克里米亚半岛进行了频繁的抵禁侦察。 俄军防人士则表示,该国最先进的S-400防空导弹系统,已部署到半岛。 如果外军飞机胆敢越界,必定予以击落。 近期,美国、北约其他成员国,加紧了对俄罗斯边境,特别是黑海地区军事部署的侦察。 同时,美国外交部门最高长官再次重申,拒绝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所有权。 美国国防部则最新签署了一份武器出口清单,先是五角大楼以持资3亿美元为多国提供多用途反坦克导弹武器,其中就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标枪等反坦克导弹。 这些举动的指向性相当明确,俄军对欧洲平原最具威胁的力量之一,就是滚滚装甲洪流,美国雕枪反坦克导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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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